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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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是星期六 然後我宅在家一整天了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這個Youtube 到底要拍些什麼東西 我就已經想到我要 接下來會拍更多的一些 穿搭的content給你們看 然後同時見呢 我又很想要來分享我的生活給大家看 但是我生活其實也真的還挺無聊的 因為我都一直在工作工作 所以我就在想 OK why not 我就拍一個系列 就是關於我的工作的 今天呢就要說一下 關於我工作的一些小點滴 前幾天呢 我終於把我想了很久要拍的一些 影片呢 拍了出來 是關於到我的這一次的 brow color eyeliner的 主題是 LITTLE WOMAN Good morning everyone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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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一下我們拍這個 brow color eyeliner的 這個整個過程 讓大家可以看看我們的BTS 多 interesting 就這樣子沒有上去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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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的idea真的蠻扯的 因為 上幾個月我就看到這一個 日本的一些比較retro的一些 advertisement 然後我就覺得 真的好無厘頭 可是我就覺得 好有趣喔 那我就想說 為何那我就拍一系列的影片 而把我這個 little woman 哈囉大家 我現在來到了這個art brand 然後就是要 買一個canvas 畫一幅畫 作為其中 一支影片的props 我們現在剩下兩天就要拍攝了 我們還沒有畫出這一幅 我們需要用到的props Yeah I'm going to paint it tonight 然後給大家看看我 我現在要畫的東西 是一個比較抽象的Ulicorn畫 這個是Emily幫我做的草稿 因為我本身不是很會做 那些outline的草稿 現在要做一個草稿試試看 就這樣一下 應該要不一樣 好 直接走開 我現在會看 我會不會 有這個 就像這一個 真的 這是我的完成餅 然後也印了一塊布料出來當背景 可是呢 我不是滿意 所以呢 我又買了一卷白紙 然後回來再畫 現在已經是十點半了 然後明天一早要五點起床去拍攝 希望我在一個小時內可以完成這麼大幅圖 我的天 我終於畫完了 將將 我覺得效果不錯啦 這個Unicorn的顏色 一個比較抽象一點的頭髮 然後搭配不一樣顏色的Unicorn 然後來自一個星球 我竟然想到就是 要一天裡面拍完六個影片 然後我跟導演說 就是Kobi最近還滿常合作的 我超喜歡他這個人 我就覺得他很lamb 但是呢 他又很有想法 覺得還滿click的 超喜歡他 那我也沒有想到 他立刻就打印了說 欸 可以跟我玩玩這樣子 沒有想到他也覺得 一天可以拍 OK 我本來是想拍九支影片 可是沒有想到 我們到最後就 跟Photographer Lobak 就是我最常合作的一個攝影師 他也說 九支可能真的是有點太多了 那我們就減少變成六支 其實六支對我來說還是滿多的 現在是早上了六點 我們在取著拍攝的地點 有導演在我 我們終於要到開拍的時候了 做一些調整我就可以開始了 所以我非常感謝我的團隊 我非常感謝打印我做這一組影片的人 雖然成品還沒有出來 我已經幻想到它是很漂亮的 我很相信我找的人 是可以幫助到我拍到很美的 除了導演啊 攝影師啊 妝髮師啊 都是很專業的 不要說我的背後團隊多厲害 我請來的人也非常的厲害 我會覺得 天啊 這些人怎麼會答應我做這些事情 而且 都是一些比較身邊非常有知名度的一些朋友 也是 饅頭啊 秋文啊 還有一些不常合作的一些朋友 但是我就覺得他們很帥 很漂亮的 然後我找他們 他們也願意跟我合作 有喝感想 你進入角色了 為什麼你哭 這個不是filter喔 你看 no filter no filter 快來 你感覺如何 我感覺如何 沒有感覺 你覺得你可以拿off它了嗎 可以 你做那個便臉嗎 看起來笑 有smatch嗎 沒有 你是不是第一眼睛 Amazing on point Marketing 我覺得我自己很幸運 很lucky 我身邊想要的人 都會要幫助我 我欠他們真的太多了 真的很lucky 我在我拍這影片之前已經有記錄了一些過程 就為了想給大家更加了解到 作品出來之前會發生的一些事情這樣子 讓大家可以更加了解 天公不作美 現在呢 在拍這饅頭的最後幾個sing 就知道就下雨了 好可憐喔 那饅頭 可是這一切都是值得的喔 這支影片播出的時候 我的作品還沒有出來 其實我也想很久 到底要不要這樣子做 我已經很迫不及待的 想要給大家看看 Behind the scene 我的頻道跟我朋友說 Life is too short to think about what to post so yeah 就先po了 so 這是我第一次 先po了BTS 再給你們看作品的一次 所以我這個主題是叫little woman 那 little woman 大家聽起來就是小女人 我的靈感來自於我的朋友們 像我做brow color eyeliner的朋友們 都是一組非常有氣質的人 共同點都非常多 但是呢 每個人的故事呢 和背景呢都非常的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都是一個完美的獨立個體 所以我希望呢 在這個launch video裡面呢 能夠提醒大家呢 就是更加的愛自己 然後勇敢的做自己 不管人家怎樣批評你 還是那個獨一無二的自己 所以我也想要在這邊就是告訴大家 在批評別人的時候呢 都要比較理性 還有呢 學會換位思考 因為每個人的故事背景都不一樣 所以呢 我找來的演員們呢 還有模特兒們呢 都是非常有故事的一些人 然後也非常貼近他們自己本身的一些個性 so this is the reason why 我找這些演員們 我也不多解釋每個影片的故事大綱 因為我覺得 懂的人就會懂 不懂的人 就要看多幾次 最後最後 我要謝謝 我這麼完美的一個團隊 那麼完美的你們 一直在這邊支持我 我這些感情的話 我通常都只能在YouTube裡面呈現而已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在我的Instagram 我比較 可能在Instagram 我比較想要給大家看到快樂的自己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啊 團隊就這樣子 OK 希望你們喜歡這支影片 看完了這支影片之後呢 記得要多多去追蹤KittyBeauty的Instagram 然後多多支持我這個品牌 還有多一點看我們團隊製造的影片 還有照片 非常的Amazing 下個星期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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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